衣服给你弄脏了 给我赔你啊 走位 走位 回首 掏 这啥呀这是 哥 赔你衣服的钱 这点钱呢 一共是六十八块八毛吧 你呢 就当六千八百八十八那么黄 因为哥呀 咱们打私房钱不容易啊 都是一分一分赚的 算了哥 这钱我不能要 我听出来了 这可是您的血探钱呀 那洗手间是吧 我擦一下啊 能把哥扛回来 哎 才说 这鸭子胆儿多大呀 对吧 六千 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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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儿啊 媳妇儿啊 哎呀 我媳妇儿回来了 哎呀 你给我松手 你松松手 我 我不松 我数三啊 哦 哦 三 二 一 爱就像 蓝天白 云青空万灵 突然暴风雨 老文 你得听我解释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 现在没有用 离婚 我说的是 我得走啊 媳妇儿 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我跟你说 我得走 那对对对 哎呀 大哥啊 你这毛巾是妈不还是 行就了 你 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 no no 他是谁 宋小宝 他是那个 你给我闭嘴 你是谁 你给我闭嘴 你俩都别说 我知道 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 这不是还没离吗 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 你别说话 宋小宝 你现在是长胆了 你信不信我盘你啊 大姐啊 误会了 我就是个代价 对 你送我回的这代价 她是代价 她是代价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代价 代价 代价都是男人干的活呀 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做什么代价了 长得像娄亦霄一样的 看看是吧 女明星呀 女明星呀 你要是代价 哎呦 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小姑娘做代价怎么了 我历子大得很 别男人都大 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对 哈哈 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 理由老充分的 不行我要拍视频 发给我爸爸 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 是不是 这种拍多难看呢 那什么难看呢 发给他们看 看看你是什么德行 告诉你 一人一颗口水淹死你 哎呦 当初我就知道 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 哎呦 爸爸 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 哎呦 你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 这么好的小姑娘上门啊 我是代价 哎呦爸爸 我跟你讲这个日子 没有办法过了 你不要怪我爸爸 哈哈哈 老冷静 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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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您这巴巴巴说了一大堆 冷静好不好 哎 这这可给我吹了 我衣服都干了 哎妈呀脑瓜疼啊 脑瓜疼啊 哎我也脑瓜疼啊 脑瓜疼啊 我要冷静 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 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 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样理性地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 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郑芳开始你的狡辩 你跟反方 认识多久了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哎不是他喝多了 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对人家是好心 宋小宝你什么德性 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 老酒吃饱子嘛 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 我是谁家的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对再说大姐 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 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 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 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 一会儿谁下水道 这大过年的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 我是好心啊 上来就被误会 我这代价当的 我人带回来的 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价 我先歇一会儿 人耗不起 咱得给人钱 你让时间收费嘛 快让你走得了媳妇儿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 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 是吧 大龄圣女 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 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 黑不溜秋的 这子又矮小 我想算了也不涂他什么 就涂对我好 你都说黑不溜秋了 外面天这么黑 我哪看得清楚 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黑啥了 我一直都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 你从你站在巴巴巴巴巴巴巴的 激过枪了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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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嘴硬是吧 狡辩厉害 证据 拿手机出来 是不是 最方便了 西方你这点过分了 没事 看 必须得看 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 但是今天我绞尽来了 我自证清白 必须得看 看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 来来来 解解锁 嗯 你看他 十点十分叫了代价 有证据啊在这啊 大姐啊再翻翻到2003年了 是不是 好像确实没什么那种啊 对嘛 那早就看了嘛 大哥给他看手机 怕啥的 看完之后啊 马上清清白白 对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就傻傻分不清了耶 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 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宋小宝 你怕什么 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莫盘 我都盘透了 再盘就吐露皮了 你干嘛 给你 密码知道 我看看其他 我看看谁 你给我一边去 你给我做好 做直了我跟你说 做得别许动 一动也不许动 小姑娘 阿家误会你了 你看 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 你给我看看 分析分析 老大 你咋您啊 老大 跟大家讲清楚 怕什么 这两年 喝醉老酒之后 都不愿意回家 原来是出事情了 哎呦 你从我要不要看 要不要看 别看了 相信我行吗 你给老公留点尊严 好不好 你是不是预改给张 不要看 你给我起开 你给我坐着不许动 一动也不许动 你 宋小宝 让你去搞定客户 搞定客户 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 啊 你让我多丢面啊 你说你整天 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 你老不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 听明白了呗 三天之后 搞不定客户 混蛋 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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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大姐 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 一直听他自己在这叨叨 说 说对不起媳妇 结婚十年了 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 工作太忙 孩子也不敢要 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 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 让媳妇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 再说了大哥 这事业固然重要 可是家庭更重要啊 钱能买房子 但是买不来家 能买钻戒 但是买不到爱啊 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 表个态 大姐你看 行 我看明白了啊 我好说歹说啊 就非得分开 非不和解 非要离婚是吧 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 代价费还没结呢 我就看这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 我抵我代价费 哎呀这沙发不错 扛不动 我看这台灯啥牌的 哎算了 哎 这东西我看不错啊 就他了 代价能量上 这个不好拿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是我老公 我买回来的 他说我胃不好 这么给我竹筹带到单位里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大姐 马上都离婚了 你还在为保温瓶干什么呀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我就讲讲嘛 啊你就听还讲 哈哈哈哈 都干啥呢 哈哈哈哈哈哈 李懿也是你 不李懿也是你 就你说了算了 我告诉你 今天事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从今天开始 记住 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 我打死 都不理 看到没有小姑娘 我跟你讲啊 阿家啊 没有什么本事 挑男人还是可以的 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 像个赖皮狗一样 踢也踢不走 哈哈哈哈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 就得有这种份儿 大丈夫能屈能屈 凭什么听他的 他说理就理 就不理 老王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宋小宝 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 现在我正式通知你 宋小宝辞职了 不干了 媳妇儿 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分分钟钟 小宝辞职 哈哈哈哈 小姑娘 阿家是误会你了 让你受委屈 这大过年的 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 很早见了啊 早得又漂亮 心又善良 是不是啊 多好多好 大过年的是吧 她做代价不容易 哎 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 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 对 听你嫂子 那主角去 好好好 改口了叫嫂子 嫂子我跟你讲 看到你俩能和好 我太开心了 大过年的我也算 功德一见了 但是我跟你说啊 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 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 哈 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 衣服也吐脏了 就赔了我六十八块八呀 还说是攒了三年的私房钱呀 你说是一分一分的 怎么捡的呢 哎 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呢 我 我 私房钱 你爱这等我呢 是不是啊 宋小宝 刚才话我说 哎 你快带着 哎 我不会放回去啊 没错 你不要 你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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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